GOT 我不喜歡他嗎 我 我不喜歡這個復活 很像殭屍 我不喜歡 歡迎大家收看樂器交情 林彥星今天大來賓大開心 大家好大凱 大凱恩大凱恩 非常的榮幸可以邀請到你來到這邊 好說好說 我其他兄弟都來過啦 什麼DOD啊 湯米啊 你心理上還有那個什麼 馬特琳跟冉嗎 確實馬特琳跟冉在你之前 沒有 其實其實沒理由 其實我們對他很不尊重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說大家都來過了 我一定要來看看喔 接著大家的資訊 大家一起來喔 開心心的喔 不是啊因為畢竟那個 之前聽說比較忙嘛 對不對 因為包辦了很多的大小的比賽 就賺錢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今天是剛好有空 世界賽結束了 沒事了不是有空 沒事了 他今年開始放縱了啦 又出國玩嘛對不對 就是有很多安排啦 又去蜜月 所以就想說 那他節目也可以稍微來一下 對啊 你來走走看 跟大家交交朋友開開心心的 非常榮幸 非常榮幸你來這邊露臉了 好來 那我們那個 今天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爸爸在好好的聊聊大開心 近期的一些近況啦 因為是我們SubShark 總共有八大特色 沒有網路紀錄 安全和匿名的瀏覽 裝置平台的完全支援 無限制使用裝置的數量 快速又穩定的網速呢 以及跨區觀看各大串流平台 以及優秀的售肉服務 重點是價格非常便宜 只要輸入我們的代碼 DC9487 就可以享有我們黑五的獨家優惠 再加上六個月的免費使用 來 那我們介紹完了爸爸之後呢 今天的大來賓非常開心 我個人對他是深感興趣 還有包瓜裡面的那一位 在節目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就跟他相談甚歡樂 唱聊了一陣子 馬上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大開心的字卡 用這張喔 是怎樣 怎麼用這張 怎麼用這張 亂講 一點亂講 英雄聯盟人氣主播 幽默瘋子的包包風格 深受觀眾喜愛 擁有在任何情況下 都有迴轉工商的超能力 最近去韓國看比賽 還有妹子可以 如果給你現在三分鐘 中來工商植喵的話 你會講些什麼 不得了啊 這個實況主很讚 有公辦喔 有公辦的感覺 怎麼樣的一個戰法呢 好想知道啊 各位不得了 這個實況主 這個打LOW也是喜歡LOW的一個玩家 一天玩六七個小時 不得了 還有抽獎還有回饋 我怎麼不知道他有玩六七個小時 你怎麼知道 蛤 因為他一起玩啊 當然喔 雙牌好夥伴喔 我在跟他玩一下被查到 不知道是怎樣 所以那個事件是什麼 你們雙牌然後被鄉民們抓到 對很奇怪 不知道是怎樣的 我們都開心的玩 然後突然有人去查 這個人怎麼跟別人雙牌 還爬那什麼七八場 打了AIM 你以前是會跟別人雙牌的人嗎 就是有找就會牌啊 有找你就會牌 有找你就會牌 所以我今天如果找你雙牌 你會牌嗎 那是一定啊 那是一定 你看有沒有空啊 但是有沒有空的時間啊 好過分啊 有空一定沒問題喔 大凱的近況應該就是去那個世界賽嗎 這是你第一次去韓國嗎 沒錯 那你是自己去看嗎 還是 嗯 其實有四個人啊 就是凱瑞還有兩個人 你說說還要帶兩個煙霧彈喔 其實 亂講 給他亂講 這是怎麼樣 這裡就是這個鄉民聚會是吧 很危險很危險 今天來很危險 這是四個 那個其實萬萬有趣 就是我們凱瑞的大老闆 還有咧 然後這個是PCS的製作人有趣 還有咧 然後就是我跟子喵也有趣 叫四個人 你跟子喵也有趣 為什麼是這個組合啊 對啊 你們是約好的嗎 沒有 子喵剛好有問 但那時候沒買票的時候 就他都有問 他有問到我 然後我就去問凱瑞 然後凱瑞就說 他沒有問我 不是啊 你們又不是Lo的 三角 這麼巧有問到你 你們沒關係要這樣操 你ID我知道 你ID我知道 你ID我也知道 不要給我抓到你們 這個來我的台 我跟你講 好人啦 那個高那張照片是什麼 產生的 那就是我們在外面有拍一張照 就是雙反色情這樣 所以你們是約好 那天就是一起去看比賽 有票就是只有那天可以去看 也沒有 你們可以分開去看 公司來的票就坐在旁邊啦 沒辦法 對 這是公司的安排 哎呀 這是公司的安排喔 是凱瑞的鍋啦 凱瑞的鍋啦 不是我啦 那Course Course是你要求的嗎 沒有沒有Course 怎麼想 你喜歡金克斯啊 你喜歡金克斯啊 你說我 叫他Course 你沒有Course金克斯 你不要來 就這樣 我不知道啊 我在了解 不是那時候韓國 現在的韓國應該是超冷了吧 超冷 他這麼冷 然後他穿這個樣子 要嘛就是第一個有工作 他又說沒工作 他自己去 要嘛就是可能有在意的人要求 才會約定做嘛 不然怎麼會無緣無故自己要Course 可能有在意的人不是我啊 別人啊 不好說啊對不對 不過這是你第一次出國看比賽嗎 對 這一趟很有意義耶 真的 就是看一個你喜歡的項目 然後是限下賽 然後是你喜歡的隊伍吧 然後又跟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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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都講喜歡是不是 好朋友 好朋友 對 又跟好朋友 這一趟很值得耶 真的做夢都沒有想到 能去現場 因為我就是今年 就也開始要調整 就是轉播量要減少啊 其實開始就是 會慢慢淡出的感覺 對 決賽不是你播 真的有一種舒服出來的感覺 不是不喜歡或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覺得 不是你的聲音在上面 我相信應該 應該很多觀眾都會 打得還好啦 這樣覺得 反正十次決賽是你播了 對 十次決賽 十次決賽 四場已經播完了 三比一 我也是播得開開心的 三比一播完後 我就開心的去韓國 也不會啦 就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嘛 看現下賽一定比播比賽重要嘛 真的耶 這現場的真的是很難得耶 這次這個機會 就你錯過了就再也沒有了 我覺得這個機會 剛好有 因為我明天就30了 我覺得就是30歲以前 你都會想蠻多的 就有一些在這個工作 我覺得一直說 好像也沒做到什麼 但剛好這個人去世界賽看 我就覺得 一切都是 有一個里程碑啊 對對剛好就是在那邊 然後看到杯可招這個 冠軍獎盃翻起來 很讚 我問一下現場的這個 女生是多的嗎 很多 我印象是很多的 你有看到很優質的 美眉嗎 蛤 美眉嗎 對啊 我想一下 我這次去韓國其實都是在忙 我一整個 你不敢看喔 還是你眼中只有一個 我去韓國的四天都是在忙 我沒有特別注意什麼 而且我這次真的就是 拍攝都是全部往首爾 然後去韓國的一些地方去看 所以基本上 你說什麼韓國的一些 什麼東西啊什麼 我基本上都沒看到 就是去韓國就是有點 也是辦工作啦 就凱瑞人一直跟我說 你就當去玩的 他們不就是送你去多蜜月的嗎 亂講 就在亂講 公司其實福利家很好 對啊 搞得我都想進 都想進凱瑞了耶 還有沒有缺啊 好了啦 冷靜 大家冷靜 就開開心心的 今天很開心對不對 來這邊聊天 不像這樣酸酸臭臭喔 不是啊 那這次你個人有什麼花費嗎 我本來想做一些影片 因為我們還要做短影片 我想做那種就是 想要一個這個超低的飯店 住一天 然後超貴的飯店住一天 你說就是要看房 就是要看房 究竟是平價的韓國飯店 比較令人 就是我是本來想要做這樣的一個感覺 但是就是發現了 不太好做 而且我最後還是訂了 就是一天是訂台幣四百塊 四百塊是跟別人一起住 然後有十一十二個人住在一起 然後那個四百塊那天就是住了 基本上是睡不著 就是整個還有打呼聲你知道 就是現場那個 打呼聲是好 齒齊比落 打呼聲或是齒齊比落 就是大家會有這個高低音啊 然後互相組成一個加強樂意 在那裡如果沒有先睡著就輸了 沒錯 你要早進去 我是晚了 我十一點進的 別人九點就到了 那晚了 我已經輸了 輸兩個小時這樣不行 對那天沒得睡 但第二天我就住一個三萬的 一個晚上三萬 三萬塊 那就是飯店了吧 對就是四季酒店 裡面是有什麼 我覺得是賣那個風景 它就是你知道泡澡 然後泡澡的外面有那個窗戶 就廁所裡面是有窗戶 可以看外面的 你可以泡澡的時候看 看所有的夜景 夜景這種感覺 為什麼我聽你形容 很像有一天怎麼要開台 他的飯店也是長這樣 欸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喔 是嗎 完全不一樣 他有一天有開一個小時 然後他在泡澡 他也是住四季 他也是住四季 他這隔天 欸對不起 他沒有沒有不一樣不一樣 他家庭比較便宜 可是他有開台我想說應該沒關係 可以講吧 因為他也是 就是他形容的那樣 他在那邊泡澡 然後他的浴室外面就是那個 那種落地窗 然後就可以看到外面的view的那一種 沒有就是 奇怪怎麼跟我的房間好像 現在想一下到底要怎麼解釋 不是亂講 我是住18號 他好像是住什麼19還20就是 對不起 我是不是這樣 亂講沒有就真的沒有 就是剛剛好我是有這個企劃 然後他本來就可能自己已經訂好了 我覺得可能那個酒店其實在對於乖乖客來講就是一個地標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想要嘗試出國去 覺得要住最貴的最屌的 基本上就是四季 就會查到 像我們拍攝影片的就會想要去看一下就是怎麼樣 欸我其實很想知道 因為我之前有關係是用地他們聊天 然後他們有說你私底下其實是個不太一樣的人 沒錯私底下我就是一個這個不社交不溝通 不社交不溝通 不社交不溝通 就是在家裡這樣子擋著睡覺的人 我覺得這樣子很舒服 從剛剛的那些發言裡面完全看不出來你是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我現在都是那個 你是有一個開關的人 沒錯 我就是這個上節目的時候那個面具就會 嗯嗯 喔自動的面罩戴起來 對我這個戶外的這個面罩就戴起來 然後開始瘋狂的這個跟大家溝通 然後這個等下班的時候一關嗯嗯嗯嗯面具身上去 我就 這是你什麼時候發現的啊 還是你什麼時候你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嗎 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啊 你從學生時期就是這樣嗎 我好像是從高中開始這樣 我以前小時候好像不是這樣 有些小時候就是會有那種你知道 跟旁邊的人聊天的 有人到老師打電話給我媽說 你兒子真的太會聊什麼樣的 讓他不要一直講話 然後到就是越來越成長的時候 就是越來越就可能講完了你知道嗎 有一點這個把小時候 高中就講完了講完了 我就我就變得比較比較低低沉一點 就是整個情緒啊就擺得比較低 所以之後就覺得這個社交好累 那你有交過幾個女朋友嗎 有過戀情嗎 有有交我兩個 我交我交女友的時候也是類似這樣 就是交了但是我沒有很想講話 對就是我的意思是 連跟女朋友都可以不講話嗎 對對對對對 完全完全可以就是 很合理耶其實 其實很合理 跟女朋友到底要說什麼啊 第一個好像就是就是完全都沒有講話 因為那常常是高中 然後之後畢業了嘛 不是那你們怎麼在一起的 那時候我記得高中的那一段是因為 我剛好有一次在高中的走廊上跑步 受傷 休息了一兩個月之後 除管上去學校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間就是 因為我學校離我家裡很遠 所以那時候就是我要回家的時候 其實都很不方便 然後他就是陪我直接從學校到家裡 這樣子就送我回去 然後送到 就整個狀態變好這樣子 那時候在坐公車啊什麼的 是社工嗎 是社工嗎 哈哈哈哈 社工嗎 真的不是 欸 高中生為什麼他媽的會這樣子送 你不是說很遠嗎 很遠很遠很遠 很遠很遠 很遠很遠 這個很浪漫的故事 你說是社工是怎樣 那時候應該就大家都是比較貼心啦 那時候我剛回去 其實大家都有問我 欸怎麼樣怎樣 然後他們剛好就是 感覺超好的欸 就是把我 就是讓我那時候送回去 然後到這個就是交好這樣子 就是他喜歡他而已 那就他喜歡你 但是就在一起後也沒有 就是其實也沒有什麼 就講話你知道嗎 就是我那種個性 但是畢業之後 說在一起根本沒覓過他 你知道嗎 就是完全沒講話 就沒有了 我發現他真的把我當社工 心越來越厲害 精神式的交往 就是有某一方面是連結的 然後他就不講話 這是你的初戀喔 對對對 哇 你的初戀聽起來很不可思議欸 他沒有問你為什麼你不講話嗎 對啊 也沒有他看起來也不講話 所以變成他 看見了 你就很安靜 我們就是走在路上的時候 就不會講話 甚至我坐在那個就是公園 就都不講話 就是看那個風這樣 欸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有手機可以滑了嗎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感受一些浪漫這樣 沒錯 就是感受對方的存在在旁邊 但沒有焦慮 這很柏拉族欸 你沒有對誰有興趣過 然後主動去聊天 呃現在有啦 就大家在打的啦 但是我要解釋 我真的要 我真的要解釋 每次都這樣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丟雲感 然後 還要自己吃魚了 我們剛剛是很用力的調 對 所有高級的 現在我們累了 好累喔 然後去抽生天好了 去旁邊抽個椰 上廁所 他嚇自己要來吃耳 沒有沒有就是 我看子妹仔本身就是 轉播上那個比較 我是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是蠻訝異的 因為他回來一定是墊底 但還是選擇回來 然後 他那天轉播的結果 跟他前兩次轉播的結果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有在做轉播的話 你會聽得出來 這個人他到底下了多少的時間 在轉播上 而他就算知道他會輸 但他還是做了這樣的成果 對 我就覺得說 就是去做這個結果 去做這個努力 難道是真的有效果的嗎 但確實他做完之後 我會覺得說 他確實有感動到我了 這個轉播環境 還有人願意這樣子去投資 所以我就是那時候 開始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我自己也要 開始去嘗試一些東西 嘗試一些你之前 沒想過的事情 就不要完全看回報 或是看結果 對對對 就是做做看 我們現在是很認真的 你不用擔心 你剛才有一點想要太大 我要隨時準備 就真的不是 我不是那種會放炸彈的人 怎麼會放炸彈死他 反正就是我 我有一些體悟 因為我的人生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剛好都有出現解決的答案 像是我一開始想進電競圈的時候 就是這個鍾老闆 然後就簽我去做主播賽評 然後我開始在轉播的過程中 覺得說在轉播不是很順利 然後想要跳脫的時候 魔鏡就來了 然後我就前進魔鏡 然後開始有蠻多的一些互動 然後在實況上可能做得沒那麼好 直接就有找我做這一群玩家 之後進入這個轉播 開始衝刺嘛 剛好凱瑞就出現 就是剛好我在想問題 在不知道怎麼解決的時候 都有人強迫你做的一個選擇 給你的看起來 是擺明是最佳解的東西 沒錯 就是剛好做處理 所以我覺得運氣蠻好的 就是這樣 然後想開世界賽的時候剛好 票就來了 真的 真的真的 我想要 我覺得我的運氣很好 買一點粉味 我不能不說我的運氣真的很好 我現在想過來 我的運氣真的蠻好的 我一直走過來 我就是一直有人在幫我 我就覺得很開心 問個震驚的 如果真的是另外一半的話也可以嗎 蛤 你說這個問題嗎 我得說我不是一個 相信一見鍾情的人嗎 我必須要知道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 是怎麼樣怎麼樣 但簡單來說 他其實已經算 給你的定義相 是跟別人給你的很不一樣了 因為你有體悟到嘛 就是他給你一些體悟 給一些體悟 對 人生的導師啊 對對對 有一些學習的啊 就是互相有這個學習的機會 笑什麼的 笑什麼的 我好悅喔 就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我好啦 不是我剛聽旁邊聽這個故事 就很像他在說 他看到烏龜很努力的在爬 可是他明明爬得很慢 但還在爬 然後他得到了一個啟發 可是為什麼連結的方式全部都是 爬明爬是 你喜歡烏龜啊 那你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喜歡烏龜對不對 對 你喜歡烏龜 你是不是想跟烏龜在一起 你沒有在養寵物吧 其實養你就是烏龜在家 他沒陪你也是不錯的吧 OKOKOK 什麼東西 你知道他什麼星座的 你是星座達人是不是 他是星座達人 我是星座達人 我是星座達人 我就是星座達人 好不管啦 隨便猜啦 玩不玩這樣卡著也不行啦 錯你做 他猜錯了 他錯了 那是什麼 摩羯 你是摩羯座喔 好難 好啦 那圖像有猜對 好多賺對 那你一定是馬子嗎 180 你一定是馬子 我們知道有很多 這個摩羯座的案例 毫無例外 毫無嗎 毫無 我沒有看過例外的 我真的沒有看過例外 喜歡坐牢的朋友 你沒有遇過是嗎 還是怎麼樣 裡面有一個摩羯座 裡面有一個摩羯座 你知道為什麼 他會跟你相談勝歡了吧 他秀到了 同類的味道 同為摩羯 聖哥加油欸 未來有沒有什麼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講的 現在的話 主要就是轉播量 稍微減少嘛 會開始把實況跟YT 嘗試去試試看 然後可能就是包含像 這類的節目的話 會想要嘗試多上啊 就是看一下能不能 找到另外的一些興趣 那你平常都是用什麼 發布消息 IG嗎還是 迪斯哥 現在FB跟IG都有 迪斯哥有那個免費的 可以加大家也可以加一下 沒錯 大家都可以加一下 非常感謝今天大開心來 分享了韓國的很多故事 還有自己人生的故事 還有雙排的故事 人生的體錄 體錄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續的支持 啊如果有大凱的廠 大家記得要到現場去集完 這樣廠商爸爸才會覺得大凱好棒棒 希望大凱未來一切都可以順利啦 不管是在感情還是工作 我們下禮拜一晚上見 大晚安 掰掰